真夜市长罗承推门 直接走进了村小学的女老师家里 他了解到村里已经三年没有给老师发工资了 这三年老师都是靠着晚上打毛衣卖钱 才勉强度日的 即使这样老师还免费给学习落后的学生补习功课 看到这些罗承确认了白天和县委书记万汉山的走访 全是提前安排好的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 也根本不像万所说的都发放到位了 罗承在上次常委会上和市委龙书记闹白之后 正好不用再给龙面子了 再次到了基层 开始着手解决影响面大的拖欠教师工资问题 这次太子县的万汉山因为已经向市里虚报了工作 明明只是给教师们打了欠条 绝对上说工资已经发放到位 他知道上面会来演说工作 所以特地组织全体相关领导开会 并放话 谁要是走漏了风声 说出了真相 谁就要丢掉吴山帽 但只是包不住火的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罗承没有被万的障眼法所蒙蔽 深夜到了教师家中 掌握了真实情况 并组织村里开了调查会 让他吃惊的事 不光是拖欠工资问题 村里还存在虚报数据的情况 中药指标干脆有50%以上的水分 这让罗承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他马上召集县里领导来开会 万汉山赶到会场后 罗承说完问题 万是这样回应的 有这种事 吴县长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你可真能赖 你可真能演 你可真是甩的一手好锅呀 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 但毕竟万汉山是县里的一把手 罗承还是给了他面子 让其他人全都离场 之后再单独和万汉山摊牌 说了重点 神龙湘出现给教师拖欠工资 打白条的事 你真的不知道吗 万汉山一言不发 罗承继续批评他的做法和作风 最后认为他这么做是严重的腐败 说到这 万实在忍不住了 开始回击 罗市长 您这个提议代表侍卫吗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就是问你罗承能做得了主吗 龙才是老大 你撤不了我的职 我们回去可以根据罗市长的提议 开个常委会讨论决定吧 但万很聪明 这种情况下不能和罗承硬刚 他看到过张虎林氏怎么被拿下的 他也不想把问题严重化 他现在最想的是用缓兵之计 把罗承稳住 回头去龙那里搬救兵 这样用自己身后的大叔来保护自己 可罗承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不用了 马上在你们县召开现场大会 先解决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 全是东半区十个县的领导干部 你们太子县复科级以上干部 今天早晨七点准时在太子县城 就这样 早上七点 很多从几十公里甚至一百多公里以外的相关领导 都联系来到了太子县开会 这个操作罗承的目的又是什么 一方面让这些相关领导明白自己必须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决心 另一方面在全市的相关领导面前 正是亮相礼微 以便于以后的工作更有另行禁止的权威和执行力 现场鸦雀无声 罗承讲完话 大家也是沉默一片 但那些能够在解决拖欠工作问题中 得到实惠的教师们 才是会发自内心为罗承鼓掌的吧 所以这也反映出在会场里 罗承面对的是巨大的阻力 特别是来自人的阻力 这说明什么 第一 做领导时刻要有自己的判断 不能人云亦云 更不能听了就信 想当然 第二 如果想要解决问题 就得有人强出头 斩出头 回出头 第三 有权力 就要敢用权 能用权 善用权 那么你还有什么体会吗